鳳凱 哈囉,大家好我是法克叔叔 今天我們要來拍吃播 那今天我們去買了一家 彰化新開的泰式舞味 那 interrupted我會放在資訊上面 我們是買了一家的泰式舞味 據說它是彰化第一家全台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家 那我們有點了什麼 豆干米血 豆皮 水蓮 菜頭 還有豬肉 還有這個草 豆腸 以及這個火鍋料 豆皮 差不多就這樣 還有豆干 大豆干 還有甜不辣 那這樣 還有它們有比較特別的是 它們有這個泰式木瓜絲 那我們還有點一個 蒸煮麵 這個就我們一般滷味就會有的 那我們來吃吃看它的 它的那個醬料它有分 綠咖哩跟紅醬 紅醬就是泰陰宮的那個醬料 我們吃吃看它的 泰式的味道 跟我們一般的那個滷味的味道不一樣 我們先吃那個豆腸 嗯 我覺得還可以啦 但是 我覺得它唯一美妝不足的地方就是 它的醬料 不夠重 因為我們一般在吃泰式 泰式的話 那個泰式的味道 那個味道都是蠻重的 所以我覺得 它的味道還可以大概偏重一點 試一下它們比較特別的這個青木瓜絲 嗯 這個青木瓜絲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然後吃一下菜頭 這個一樣 如果味道再更重一點的話 因為菜頭這個東西啊 基本上就是 你要煮很久 它才會 那個湯的味道才會融入那個 菜頭裡面 所以我覺得菜頭 因為他們可能是怕顧客 等太久 所以比較 所以 基本上這個菜頭其實要 要燉很久才會好吃 那這是一塊豆干 大豆干 它的豆干 大豆干就真的很蠻有味道的 NICE 但是它大豆干 很有味道 並不是因為它的泰式的 因為它 豆干本身 它就自己 有先 乳過 所以它有先乳過的那個香味 所以它大豆干其實算蠻好吃的 如果去 去點的話 其實可以 點這個大豆干 大豆干是一定要點的 然後我們吃一下它的水檸 它的水檸真的 煮得蠻有味道 因為你看 你看 你看它的水檸 一般的水檸都是金色 它已經煮到有點快 變色 這代表已經煮得很進去了 然後我剛才 我剛才還要吃到那個 我們泰式 泰式最基本上會加的一個 香料 就是九層塔 所以它整個味道就很有泰式的味道 但是還是老化一句 它的味道 還是不夠重 所以它可以再中 我們吃一塊它的米血 還可以 一般般 就跟乳味的差不多 吃一塊它的豆皮 喔 這太大塊了 你看它有小塊的東西 欸怎麼都沒切啊 這招 豆皮 豆皮這個東西就是 它很容易吸收水分 所以 吃下去 全部都是它泰式的醬料 就會比較有味道 但是我覺得它的醬料 還是真的可以再重一點 因為泰國 泰國人 它們都是重口的味 真的 泰式的料理 真的是要很重很重 然後來吃一下它的甜不辣 加一點醬料 它這個甜不辣可以 吃一下它的豬肉好了 它的豬肉真的是很好吃 很嫩 而且完全有泰式的味道 它這個豬肉可能不是 當場 當場下去煮 它可能原本就已經有滷過 有用那個醬 泰式醬料去滷過 所以很有味道 豬肉 好吃 那我剛才還有什麼東西 沒有介紹到的 好像還有 那個吧 我記得我會給鴨 他們的 鴨血 他們說他們有 自己做的鴨血 很好吃 在哪裡我怎麼找不到呢 嗯 消失的鴨血 怎麼不見了 啊沒有沒有 我們沒有點鴨血 不好意思 寄託 吃一下他們的火鍋料 這個是裡面有加那個 火鍋料有這個地方嗎 那我吃它的 墨魚網 墨魚網這個 最高去擺就很好吃了 那再加上它的泰式醬料 其實就更好吃 會更有味道 好基本上我們 嗯 該介紹的其實都介紹 那大概我們 這些 其實我覺得 還可以啦 不難吃也不到 好吃 其實還是可以去吃吃看 就是 肚子餓的時候 還可以去我們來點飽一下 我覺得裡面 可以點的 應該就是大豆干 還有 豬肉 還有它的 豆皮 還有 豆腸 其實這些都可以點 那其他的其實 我有很多都是沒有點到 那如果 觀眾朋友 想 真實試試看 是什麼味道的東西 都可以去吃買 那 哪一家店的諮詢 在哪裡 這家店的資訊在哪裡 我都可以 我都放在資訊牌上 你們都可以去看 那我們今天的 介紹 泰式乳味的介紹就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 整體來說 我覺得一般般 因為味道不夠重 不太符合 泰式應有的重口味 喜歡我影片的觀眾朋友 請記得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拜拜